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舅舅 豆来了 你这是 舅舅 你这不安全 要上我们家吧 进屋手机 舅舅 这是我爹给你带点吃的 最近这局势有点紧张 没事的话跟妹妹千万别出门 你说都是自家人 整着干啥 你先坐 妹妹 家里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把门窗加固了一下 也不能跑了 再说你哥怎么说也算是 灵球有头有脸的人物 日奔鬼子 也不敢把咱怎么样 听说你们局长都跑太原去了 人家可比你有头有脸吧 他不是灵球人 他家是太原的 再说他不走 我怎么代理这局长啊 这就叫做 乱世出英才 就是这任期有点短啊 哥 你说 鬼子现在要是让你当 你当不当 我肯定不当啊 这不是汉奸吗 你看你哥 笑吗 就是 新凤儿现在跑哪儿去了 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危险 人家的媳妇 你操什么心哪 你看你 你又想歪了 怎么说咱们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那 那 那也叫青梅竹马呀 小云娜 广谷说话 给你哥去茶去 豆儿 哎 笑笑 你那些之前的东西藏好了吗 你就是没啥之前东西 那也都不是真迹 摆着吧 你看你 你得看看我爹 我爹挖了一地窖 把之前的东西全挪进去了 你爹那是什么人啊 那五百年才出那么一个 那就是人精 我听出来了 你骂我爹是妖精 小娜 我回去一定告诉他 小小 您说得太对了 那我爹哪是五百年出了一个呀 你说一千年也出不来一个呀 我要赶他一半聪明了 那早就当是局长了 眼下是局势 不知道你爹 有啥想法没 我爹说了 豆儿啊 一定要看准时机 看清局势 不要轻易冲牌 到时候 套一个好家去 捡 捡 捡 像我爹吗 行 豆儿 你跟舅说实话 你自己做货打算 我回 回家 指导君 见到你 真的很高兴 幸会 幸会 我也非常高兴 请坐 心意 一点心意 不然这个 赶得老时候赶得久 一点心意 好东西 好东西 不道歉 是林秋成治安管理的大人 这一次 我们想让你再次出生 成为林秋成 八条街的监长 松山君兼任警察局局长 但是 这次的主要是 广州导任警察局长 会写的阻挡 稍后 继续 渐渐 小松山君兼任警察局长 这次是 小松山君兼任警察局长 就是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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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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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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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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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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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将有一个大人物去领求 他是我们帝国的骄傲 你一定要保护好他 明白 为了他的安全 你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明白 仅仅各选 您放心 我会竭尽全力保护好这位大人物的安全 好笑 什么事 老李啊 终于封侦察机场 失败了 这个机场 对我们进查机的威胁也太大了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把它给拿掉 对了 上级刚刚发来一份绝命文件 说是有一个叫知三五郎的要道林秋啊 知三五郎 对 他是一个军事建筑师 他走到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就会有大型的军事基地啊 他在东北建了好几个这样的大型军事基地 都是固若金汤呀 就连日军系中战部队的军事基地 也是他设计的呀 那他跑到林秋 干什么来了 哎呀 我想 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应目吧 上级命令我们 一定要查清楚知三五郎到林秋的行中路线 不惜一切代价 要么活着 要么击毙 好 对了 钟义峰的伤怎么样了 也无大碍 年轻人嘛 能卡 钟义峰是个难得的人才 我们要对付这个知 知三五郎 对 知三五郎 还得派他去 是啊 对了 你马上通知林秋县委 敌工队 配合朱义峰的行动 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知三五郎这个祸害除掉 好 那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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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發的奶蒙著火啊 來 坐 怎麼 一臉都不高興啊 團長 連老闆一家三口一為我讓鬼子殺了 你放心啊 這個仇啊 咱們一定要讓小鬼在加倍償還 你的傷好些了嗎 團長 你看 沒事了 那就好 又趕你小子大顯身手的時候了 來 坐 有人我 你幫我去抓一個人 誰 他叫智山五郎 他是一個 軍事建築師 他這次到林秋的目的啊 我們還不是太明確 但是從這個人的個人歷史來看啊 他對我們進查紀邊區啊 危害極大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 把他給鏟除掉 只可惜啊 我們現在正被鬼子圍剿啊 你啊 只有團結一切 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 據可靠情報透露啊 在太白山上有一個 官非復仇隊 團長我明白了 團結一切可團結力量 靠著 對 期待 老爺 老爺 小少爺 小少爺 被嚇了 小少爺 你醒了 来 擦擦汗吧 你 你是谁啊 我 我是官非标局的 你成亲的时候 头上戴的那个 那个红盖头 那就是我亲手给你缝的 那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被日本人追杀 是我哥他们把你救上来的 现在我们在平行寨 我哥就是官非标局的官非 现在大碗叫他十七刀 我是他妹妹 我叫关秋月 十七刀 那我现在在官非复仇队吗 对啊 姐姐 你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呀 满头都是汗 你擦擦汗吧 那你是不是饿了呀 那我去给你拿点吃的了啊 为了保护这位大人物的到来 我们宪兵队的内部 也要进行一次清洗 以防止情报外露 更好的保护好这位大人物 可是宪兵队的内部 都是帝国的军人 应该问题不大 不是应该 是必须 明白吗 我明白了 主要针对 在宪兵队里的中国人 我们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 另外 最近的八路军活动猖獗 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压力 内部的清洗 不能放松 外部八路军 也不能送险 主通将军几次打电话 都告诉了这件事情 山西八路军 是我们进攻的重点 这一次 这位大人物的到来 意义特别重担 容索高下 我会把这件事情安排好 请你放心 有什么情况 随时拨通 拜 别紧张 别紧张 别怕 放心 我是证人君子 没碰鬼 你 我是石七道 听说过吧 你在平行寨 你被鬼子追杀 是我救了你 可是 你是廉家大小姐 你在太白山用石头砸鬼子的事 江湖上都已经传开了 都说你是孙二娘转世烈火凤凰女英雄 让我清理 我 往后呢 这就是你的家 没人敢欺负你 你安心在这儿养着 你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说 你还有 你能让我说完一句话吗 好 你说吧 这不是我家 我要下身 我要报仇 说完了 你的仇我帮你报 你不能下身 你不能下身 我要下身 我的地盘 我说了算 你不能下身 你不能下身 我不能下身 你不能下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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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